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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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去做这些事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子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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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去做我们刚才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还是要在佛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进一步的进一步的进一步地去学 他自己的这些熟级当中 理论当中 要照到他的核心是比较难的 所以在告一个层次 去抓住他的这个核心 这个就是一定会成功的 所以要学谜 学谜法 这样子以后 我们自己照到真正的出路 然后学完了以后 然后就去思考 这个我们有一个比较高端的 学佛的这样子的 学佛的团体 也有个高端的学佛团体 我们今天我讲的就是 三种 第一个就是心灵方面的 这个还不一定是佛教徒 第二个就是 虽然是佛教徒 但是不是最高端的 就是金字塔最低层的这群人 也就是仁天城 然后搞端的学佛 搞端的学佛的团体 那就是自己家里也可以学 不一定到寺院去学 自己的家里可以去学 家庭成员 或者是有几个亲戚朋友 居在某一个人的家里 然后在家里讨论 这个佛教的五步大轮 然后就在家里 可以搭着 或者是比如说我们 二十个五个这样子的 这个佛教徒 住一间房子 住一间房子 然后把它相对 把它装修为 比较有佛教意义的 这样子的装修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里面去 搭着 可以 这个里面不去 不去搞 什么太多的这些 这些太夸张的这些活动 不能不能搞 但是呢 几个人在这个里面 大家讨论佛法 大家学习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这种方法 就解决了我们的需求 虽然是这个十元 不给我们提供这样子的 也没有办法提供 但是呢 这种方法就可以解决 我们的这个需求 搞端的这个佛教的学习 学习小组 搞端的这个学习小组 禅修版 这样子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可以学五步大轮 学弥法 然后呢 可以公秀 可以公秀 公秀 这方面呢 产宗 因为它的历史 有上千年的历史 然后他们的经验 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很好的 但是呢 现在我们遗憾的 就是这些禅宗的 老的禅师们 非常德高亡中的 这些 真正有智慧 真正凯悟的这些禅师 都已经不躲了 都不躲了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生下的 年轻人当中 有多少个真正的禅师 这就 这个不知道 不好说 如果没有找到 真正的禅师的话 那就 那就不一定 不一定 能够证悟 但是呢 他们的这种制度 这种制度 这种风气 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 可以到 这些禅宗的 这个寺院 当中去 比如说 节假日的时候啊 七天呢 三天呢 五天呢 都可以的 去打坐 闭关 专门的打坐 专门打坐 然后平时 就这个双修 的时候呢 我们大家聚在 一个地方 这个不做什么 很夸张的 掌量的这些活动 就是大家就坐在一起 讨论佛法 大家学习 然后呢 搭坐 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比较 搞端的 一个佛教的 这个禅宿办 或者是佛教的 一个学习的 小组 那这样子就 很好了 我们这样子 以后呢 我们可以就 每一个人在这个佛教 里面 找到自己的 心灵的归属 这个初级的 中级的 稿级的 都可以找到 适合自己的一个 学习的方式 每一个人 在这个佛教的 这个智慧当中啊 找到一个 适合自己的 一个方法 通过这个方法 来解决 我们自己的 心灵的问题 这样子以后呢 从此以后啊 我们的生活 开始变得 更加的幸福快乐 不但是幸福快乐 而且 更加的有意义 更加的有意义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这么 这个生命 都变得有意义 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这个家庭 也一定会和睦的 然后每一个家庭 这么和睦的话 那么社会就不 不可能不和谐了 就是这样子以后呢 真正达到了 佛陀的 要求 佛陀的理想 释迦牟尼佛的理想 是什么呢 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理想 就是通过佛陀的教育 让每一个人的 感受到 心灵的这种 平静 灵静 幸福 自由 这个就是佛陀的 目的 然后通过这个 然后慢慢慢慢 我们可以走上一个 更高一层的 然后就收了处理心 菩提心 最后就走上 解脱道路 这样子是非常非常 有意义的 希望大家 考虑一下 我们 这些事情 我们怎么样 落实 怎么样去做 怎么样去做 这个道理 我想可能很多人 也知道 但是我们不去做 那就是永远都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 怎么样去做这些事情 我们通过我们 一个佛教徒的 这个力量 来 怎么样 去帮助 更多的人的 这个心灵的痛苦 这个今天我们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因为 正好 这个社会 人类 就是 物质 这个 空前的发展的 同时 出乎意料的事情 就发生了 是什么呢 精神嫉妒的空虚 然后空虚了以后 然后精神上的 各种各样的疾病 非常的严重 非常的严重 像抑郁症 世界微生组织 经告人类 说 这个21世纪的 三大疾病 第一个是癌症 第二个就是 艾滋病 第三个就是 抑郁症 第三个就是 抑郁症 还有世界微生 组织说 自杀 就会将来 不救的将来 自杀 就成为 人类的 这个第三大死因 第三大死因 然后 自杀的 霸成 都是因为 抑郁症 不是因为 没有 没有 没有文保问题 结局 当我们的 温饱问题 没有解决的时候 我们的精神 是非常充实的 为什么呢 总是有一个希望 我们都觉得 我努力的话 我有一天 我一定会发财的 发财的时候 这个钱 一定让我心服的 就是总是 有一个希望 有一个 有一个 我生存的利用 我为什么要生存呢 就是我要去赚钱 赚了钱以后 我们全家人都会 相互 所以我要生存呢 但是有了钱以后呢 然后就不知道 为什么要活了 这个之前 一直都有一个梦 这梦就做完了 然后呢 下一个梦是什么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呢 就像西方哲学家 说的一样 这个欲望 当他没有满足的时候呢 很痛苦的 满足了以后呢 很无聊的 这个说的对啊 这是哲学家说的 但是实际上 实际上哲学家 也在这个心灵的 这个标面的这个层面上 他们也是比较了解的 当然像佛陀的这样子的 这个圣层次的精神的 这个问题 他是没有办法解决 他也不知道 这个怎么样解决 他也不了解 但是呢 一些标面化的东西呢 他们也是比较 比较明白的 所以他说的是对的 实际上佛陀 也一直都在这么 这么这么讲 所以呢 我们 那个时候是比较充实的 有目标的 然后没有目标了以后呢 然后就开始 开始就空虚无聊 然后焦虑就不幸福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就 需要有个输导 需要有个引导 这个时候呢 让他们做另外一个梦 这个梦呢 就是一个比较更好的一个 更高端的梦 原来的梦也是一种梦想 但是呢 这个梦呢 有一天做完了以后呢 然后又立即就变得很无聊了 但是这种梦呢 虽然也是梦 但是呢 它是一个比较高端的梦 这个是永远都做不完的梦 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去结 这个去需求解脱 这个特别好 这个特别好 这个是我们今天 我们佛教徒的衣物 这个部分 男女老少 这个不一定是要出家 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呢 学佛的时候 我们 我昨天说这个很多人 把有些像学佛的人就 瞎跑了 是什么样子呢 就动不动就说要出家了 然后呢 像这样子的社会当中啊 就谁想出家呀 就没有人想出家了 如果学佛和出家 当同 那没有人 没有人愿意学佛 然后就吃俗呀 放下一切呀 什么等等 所以这些 我们这个时候呢 要有一个 这个前面的这个梦 做完了以后呢 然后呢 再给他一个 另外一个梦 继续做 这样子以后呢 他自己的 今生上啊 找到了一种 一种这个归属 然后就开始比较充实了 所以从此以后呢 今生他也不会这么空虚 他不空虚的时候呢 他不会去追求这些食吃品 今生不空虚的时候啊 就不会去追求食吃品 然后没有人去追求食吃品的时候呢 然后人才能够慢慢的静得下来 那个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节奏 可以稍微可以慢一点 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对现实 对未来 对今生 对赖时 对解脱 对现实 都有非常大的意义 这个我们希望 每一个佛教徒 都能做得到 希望每一个佛教徒 知道自己有这个责任 然后进一步的去思考 怎么样去落实 怎么样去落实 这个很重要 我们应该在这个方面呢 应该有一个积极的态度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们这个课 就讲到这里 我们这个词 我们这个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张 小李 明天我就带你们到雪地里痛痛快快地玩一场 我们这里好玩的东西多着呢 狗拉雪橇 冰车都很过瘾啊 冰车 那是什么 很好玩吗 冰车才不好玩呢 我前几天从上面摔了下来 现在屁股还痛着呢 你这个傻袍子 谁让你那么驾驶冰车 那样不摔下来才怪呢 爸 你不能叫我傻袍子啊 大叔 你们这里经常说傻袍子傻袍子的 傻袍子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啊 我过去查过字典 我就记得上面写着袍子 肉可食 毛皮可做入垫或皮革 没错 袍子的肉可口美味 它的皮毛温暖无比 我们这里到了冬天的时候 大家都会躲在温暖的屋子里不愿出门 可一旦有袍子出现 大家便会立刻拎着木棒出去捕猎 这都是因为它们的肉和皮毛的缘故吗 这只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它傻 容易捕捉 你们这里经常说傻袍子傻袍子的 那这袍子有多傻呀 这么说吧 就算你拿着棍子来到它面前 它都不知道逃跑 你说它有多傻 它真的会傻到这种程度 当然了 在我父辈的那个年代 山林里的袍子很多 但是到了我这代 袍子已经很少了 等阿青到我这个年纪 估计再很难看到袍子了 这都是因为它们太傻的缘故 那现在呢 还能看到袍子吗 别说你了 就连我都很少看到袍子 真可惜 我还想看看这种傻乎乎的动物 长什么样呢 这就得看你和袍子的缘分了 在我小时候 每当下这么大的雪时 生活在山林里的袍子找不到食物 便会跑进村庄的院子里寻找食物 那时候 我们经常会在院子里捕猎它们的 它们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没错 哎 这些袍子真是傻得可以啊 哎呀 有什么东西跑进院子里了 哈哈 是一只袍子 你们可真幸运呢 这年头能遇到袍子 可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然而 这只袍子发现拎着棍子的父亲后并没有逃走 他似乎不明白即将要发生什么 正睁着大眼睛 好奇地看着 袍子真是傻 要是换成狐狸 早就跑了 小张 你看那袍子的眼睛 多么的清澈纯洁 就像这白雪一样 他似乎觉得在这个雪白纯净的世界 不可能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是啊 他的思想真是太简单了 伤害这种动物真是有点残忍 哎呀 这家伙还挺灵活的嘛 这个家伙真是个傻袍子 怎么还不跑啊 或许他还不愿意相信面前的这个人 真有伤害他的恶意 他这么善良纯真 还是不要伤害他了吧 哎 傻袍子 你快逃啊 哎呀 你这个傻袍子 你在干什么 我不是傻袍子 爸 他那么纯真善良 你别伤害他了 你知道什么 我们家的房子要重新翻新一下 这需要很多钱的 这些年袍子的价格飞涨 我们要是捕猎到这只袍子 那翻新房子的钱可就没问题的 现在可好了 你倒把他吓跑了 好了 不要埋怨阿清了 既然山林里还有袍子 那我们再想办法把他引来 抓住不就行了 对 这么大的雪 袍子在山林里肯定找不到吃的 到时候他还会跑进村子里来的 父亲为了捕猎住那只袍子 他在院子里古草堆里撒上一些豆子 想用美食将饥饿的袍子给吸引过来 袍子 快来吧 这里有好吃的豆子哦 阿清 劝劝你父亲吧 别让他伤害袍子了 他哪里会听我的 要是我再劝他的话 他会拿木棍揍我的 阿清 你盯着外面 我先睡一会儿 快看啊 袍子 袍子又来了 阿清 怎么办 赶走他 不能让我父亲伤害他 嗯 这袍子可真是不设防啊 见了我们竟然还不跑 傻袍子 快走吧 快走啊 是啊 傻袍子 再不走你可就没命了 傻袍子 快走啊 这个傻袍子怎么还不走 傻袍子 快走啊 这个家伙终于跑了 我们赶快把他留在雪地上的脚印 给清理一下吧 否则要是让我父亲看到 可就糟糕了 这三个年轻人 跟随着袍子的脚印 一直来到了旷野处一块低洼的林子里 看来他就生活在这片林子里 是啊 我们把袍子留在这里的脚印 也给清除掉吧 否则村里人发现脚印后 一定会进入这里面找他的 嗯 这下他应该安全了 就怕他傻乎乎的再跑进村子里找食物 这要是让村里人发现 他可就没命了 是啊 我去拿一些古草放在这片林子里 有充足的食物 他就不会往村子里跑了 为了保护这头袍子 阿青每天都会抱着一些古草 放在林子里 有了食物 那头袍子果然不再往村子里跑 你们俩真的想玩冰车 是啊 人家都说你们这里的冰车好玩 来这里这么多天了 一次都没有玩到呢 是啊 这次来雪村我们见到了袍子 如果再玩玩冰车就更完美了 没错 那只袍子已经好长时间没跑进村子里了 他应该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他现在很好 我每天给他送的古草 第二天都会吃完的 有了充足的食物 他肯定不会再进村子了 这座山也太矮了 冰车一下子就滑下去 时间也太短了 要知道冰车下滑的速度那是非常快的 稍一大意就会翻车 这段距离已经足够了 那片树林不就是袍子生活的地方吗 没错 你们下滑的时候可得小心一点呢 一定要掌握好方向 要是掉落到那片山林可就糟了 放心好了 我们会小心的 好吧 那我们就出发吧 哇 太棒了 真是太刺激了 来 我们再来一次 你们俩就在这里玩吧 我得回家准备古草去了 最近院子里的古草少太多了 要是让我爸发现可就糟了 我也回去帮你吧 我们准备好古草后再回来玩 好吧 小张 那就麻烦你留在这里看着冰车 我们一会儿就回来了 没问题 你们去忙吧 你可别自己在这里偷偷摸摸地玩啊 没错 你一个人可不能在这里玩哦 万一出了危险 可不是闹着玩的 放心吧 我不会玩的 你们赶快回去吧 我等你们回来一起玩 同伴走后 小张等得很无聊 于是他自己忍不住 拉着冰车爬上山坡玩了起来 哈哈 真是太刺激了 哈哈 哎呀 不好听了 怎么办 啊 小张就这样昏倒在这冰天雪地里 雪村的冬天异常寒冷 如果他得不到及时救助的话 很可能被冻死在这里 哎呀 小张呢 这个家伙一定是自己玩冰车去了 可是山坡上根本没有他的身影啊 他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 不会吧 我们赶快到其他地方找找他吧 阿青 你看 那是不是小张的冰车呢 是啊 他可能是掉进那片树林里了 啊 那这下该怎么办呀 我们赶紧回村子里 找人帮忙 得赶快找到他 如果他真的掉下去摔晕了 那可就糟了 他会被冻死的 阿青很快便带着村子里的人 来到了那片树林里 寻找掉落在那里的同伴 小张 小张 你在哪里 你确定 他跌落在了这里吗 看冰车的痕迹 他很可能掉落在这里 天气这么冷 得赶快找到他 否则 即便没被摔死 也会被冻死的 你们看 那里有头袍子 好久没看到袍子了 现在他的价格可不便宜 让我先逮住他再说 啊 袍子在帮他保暖啊 如果不是这只傻袍子 在用体温温暖着他 小张很有可能会被冻伤的 是啊 我们都叫他傻袍子 其实他并不傻 只是太天真善良了 这样的动物 我们应该要好好保护他的 嗯 众人将小张 及时送到了医院 由于袍子 一直用身体给他热量 小张并无大碍 很快便恢复了健康 谢谢你袍子 谢谢你救了我